左側懸崖,這裡啊 就這個就這個 跨過再來往深處前進 對對對對對 這裡這裡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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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靠還有這種地方耶 真的不知道耶,真的是不知道耶 第一次新手修復的夜光石原石 然而馬上就腐朽 裡面放著夜光石的加工道具 是從小時候開始一點點收集的 美麗的花雖然有點枯萎 但下次得再加一點過來 加工石製作品 看起來像是歷代夜光石 加工師所寫的古老文件 閱讀手稿 散落在製作山裡和森林裡的夜光石 全部都是經由我碰觸而生成的 這樣的話我是否就能被原諒呢 一切都是從救人那個女人開始的 從她拒絕了身為救命人的我 的那一天開始 我就一直愛著恨著那女人 並且無法原諒 因為那女人我做著 我做著如同被惡鬼驅使般的行為 有錯的是那女人 沒錯,錯的明明都是那女人 我不承認自己的罪 為此只要將一切都消去 當做什麼都沒發生就好了 但是為什麼? 無論何時,無論何時 那個女人,如怨念般的地獄 始終,萦繞著 明明這麼做,蛇就也一定會原諒著我 若我不是如此,我的靈魂不會被這般詛咒著 啊,你有趣又受詛咒的靈魂啊 我,不認為自己有罪 讓一切都消失吧 感覺是他 那是他爸爸啊 被仔細的保管著 閱讀 石頭會吸收人類的意念 話雖如此,實際上幾乎不存在那種石頭 但夜光時確實會吸收人類的意念 然後石頭也藉此得到了遺忘的效果 哦 隨著加工師抱著強烈的意念持續加工的同時 石頭也被賦予了強大的遺忘之力 或許那會發揮強力的守護效果 令人能從那座恐怖森林的威脅下保護自身 欸 欸 欸,不是就是拿這個嗎 他說,我看一下喔 他說 進到小洞口 喔 調查桌子上的石頭,然後選擇帶走 OKOK 欸,桌子上的石頭啊 欸,這個嗎?這個嗎?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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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桌子上的石頭,是這個吧這個吧 欸 不讀啊 桌子上的石頭啊 欸,這是花嘛 桌子上的石頭 桌子上的石頭是這個沒錯吧 等一下等一下,我用滑鼠點好了 欸 欸 怎麼會 欸 欸,對啊,我看攻略是寫說是這個沒錯啊 從前,也會被稱作石手的男人 他是最早的夜光石,夾工師 同時也是創造出夜光石的男人 他犯了眾多無法言說的罪行 呃,然而 男人害怕著事蹟終將擺漏 便向治理著這片森林的蛇 蛇神許了怨 而那個願望的結果就是夜光石 只要他有意的去觸碰石頭 普通的石頭就能變成夜光石 雖然令人難以置信 但是夜光石上確實只存在這座山上 他使用的這個石頭得到了消除記憶的能力 然而現在所有的加工師們 無論是祖先是起源於何處 都繼承著這個男人的血脈 若被非磁血脈的人所加工的話 之後就會失去光澤 然後崩壞 繼而失去效力 然而不知道是身為從蛇那裡 接受恩惠的男人其血脈的詛咒 還是加工這種不可思議的代價 雖然無法確定 但加工夜光石的血脈都會短命 若想成為加工夜光石之人 就不得不報有這般覺悟 哇 哇 所以就是 哇 喔 喔 拿到了 拿到了 OKOKOK我們拿了 我們拿了 好我們來到了這個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 結局的分歧點喔 這裡的結局分歧點是 結局1、結局2跟結局4 那我們今天呢 目前呢 要給大家這個 秀給大家看的呢 就是結局1的部分 我們先存一個這個喔 關鍵的喔 好 結局1 結局1的部分呢 就是我們直接進到這個小房間 然後 然後 進去之後呢 然後我們要打開 而且你知道我看那個 我看那個攻略書啊 他說 這個結局呢 就是這本書 這本書被黏起來喔 就是他剛剛有說打不開嘛 但是他要你檢查4次 4次 4次 欸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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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 喔原來是要所有的書 全部都看完之後 他才會讓你硬翻 OK 有沒有有沒有有了有了 翻 翻翻翻 翻 翻 到後面 掌摾 1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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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好像就會怎麼樣 感覺有一個棺木 他有說啊,可以進化在一個地裡有一個關鍵的東西啊 這裡放了一個棺材 剛剛的 對對對,他不是有說嗎? 他說唯一能打敗紫獸鬼的只有這個地方啊 這裡這裡這裡 村中流傳夜光石具有驅凶避邪的功效 然而這不是正確的說法 夜光石真正的功用是消除記憶 確實,怨靈在碰觸夜光石後就會和石頭一起消失 但是,這是因為夜光石讓怨靈進化了嗎?還是成佛了嗎? 不,並不是這樣的 這種石頭只是把死者的記憶消除了 令死者無法前往黃泉 但仍然徘徊於縣世的那份怨憤 將其一分不剩的消除掉了 唉,這是夜光石所造成殘酷且恐怖的事情 所以並不是真的成佛或是什麼 只是因為消除了他怨恨的記憶而已 將森林變為禁忌之地的女人 究竟是因為什麼原因而被抓捕呢? 我在調查關於先祖之事時 找到了一本先祖的手記 其中記載了關於一名瘋狂追求他人妻子的男人 我在調查其內容後 我推測傳承故事中的那名女性的罪名應該是冤罪 大概是因為這份怨恨 女人變化為了怨靈 紫獸鬼 這份怨恨無論用什麼手段 至今仍無法進化 所以紫獸鬼其實算是 可憐啊 對啊 冤啊 對啊 對對對 紫獸鬼 舊的畫冊 舊的畫冊 虛後判斷其中沒有有用的資訊 快速的把書和尚放在桌上 欸?為什麼? 看起來是有用啦 沒用但看起來感覺有用啊 女性面具 鬼的面具 夜叉的面具 被鬼追趕的女性最終會化為 夜叉惡鬼 能將夜叉 遣返 遣返 黃泉的孩童 其碎片人缺了一角 無法進入輪迴的惡鬼的思念至今人就持續著 此地是為了將一切似乎歸完 歸還的唯一守護之所 此地是不會放過一切事物的唯一之所 究竟為何神奇家會被奉為法師大人呢? 雖然已經出嫁 但是紫獸鬼應該是神奇家的女兒 其名為鹿 喔 所以神奇家的女兒 所以她媽媽是綠嘛 對不對 在當時村莊 也不是她媽媽不是綠 她媽媽是綠 但是應該不姓神奇 村莊人們想必也馬上就注意到 但究竟是為何呢? 除了肉的胸長之外 已經沒有其他能阻止她的原類了 這才是事實 與此同時 對於神奇家村民們 也無法無視於心中懷抱的那份愧疚之情 他們對於鹿的丈夫所犯下的罪名等 是被誣陷一事完全一清而楚 他們對於這件事情 究竟會引發如此事態打從心體感到恐懼 隨後 神奇家便被賜予了法師大人 如此體面的榮譽和的頭銜 在這座從此擁有不祥之名的鬼神山的山腳下 永生永世 背負著看守紫獸鬼的職責 哇靠 那其實他們很虧耶 那其實就是因為 就是因為爺爺的妹妹 也就是爺爺的妹妹算什麼 爺爺的妹妹算是 我突然忘記那個稱呼 就是他變成 他其實是被瘋狂的追愛的人 有一個男人在追他 然後導致一些冤罪 然後也害自己流產 然後結果因為 只有爺爺可以治得住自己的妹妹 然後因為他們大家都知道這些 裝冤案 然後為了不讓你們這家人說什麼話 然後給你一個漂亮的名聲 這真的太過分了耶 對啊 這真的太過分了耶 在深處被擊死者的物品 是原本將成為紫獸鬼長男的胎兒的遺骨 喔 喔 就是紫獸鬼的小孩啊 正式呼喚出紫獸鬼的關鍵 長男的遺骨被放置在台座的中心 然後要把紫獸鬼呼喚過來 紫獸鬼的怨恨我猜測是由於他被迫將長男落胎的緣故 要是紫獸鬼能與長男相見想必就能成佛了吧 而這個計畫還缺了兩個重要的元素 長男的遺骨並不完整 還缺了一小塊骨頭 因此紫獸鬼在長久的歲月中一直無法認出他的長男 只要能找到他的儀式的碎片將其洗淨歸還遺骨 喔 還有一項不得不完成令人恐懼 為了誘惑出紫獸鬼必須將此洞穴外的那塊夜光石毫不猶豫的敲碎 台座邊緣圍繞著夜光石 然而我連一次都會嘗試過 畢竟這次完全不能失敗的豪賭 懂懂懂懂OKOK 對 露和他的丈夫是被冤枉成偷秘賊然後被村民打壓 丈夫被處刑露在監牢裡失去了尊嚴 然後連肚子的孩子都被奪走 所以其實是很可憐的耶 露的哥哥大概是出面趕走了吧 對 對 對 神奇家 沒錯 但是造就了紫獸鬼這份責任 我想神奇家的祖先們一定也感受到了 直接把棺材帶到紫獸鬼身邊就行了 那樣做是不行的 排座的邊緣是由夜光石所製成 這大概是 若讓他與小孩碰面後 還是無法成佛石為了應付緊急狀況所設計的機關 喔 原來如此 原來如此 這是非常謹慎甚至熟慮的做法 其實真的是蠻可憐的啊 我覺得紫獸鬼耶 聽到了他的耳語 我會疼愛你愛我吧 這種低語 不斷的獨自一人重複述說著 美本先生的奶奶雖然曾經說過 幼小的孩子會渴望 會渴求著父母 但那是因為我的爸爸媽媽接受並回應了我 我才感受到這份愛情 紫獸鬼連那樣的經歷都沒有全被剝奪了 不管是給予愛還是尋求被愛 全部他都自定自己來做 即使我們成功讓他與小孩相見 我也不知道他能不能順利成佛 對 這真的沒辦法 但是紫獸鬼也和那個孩子一定想見對方一面 雖然被冤枉了 所以心中有恨 總覺得一直以來 從來沒有任何人正面回應變成這樣的他 約定被打破 小孩子也被奪走 一定很不甘心吧 這個該不會是小孩子最後那塊碎片吧 這樣的話必須還回去才行 不知道他在哪裡拿到碎片的啊 可以啊 試試看吧 所以我們已經拿到碎片了 洗乾淨 清洗碎片 清洗的小碎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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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把他放回去 然後最後就可以進化了 然後最後就可以進化了 放進去 啊 我要放進去囉 對對對 就是他 謝謝你 你們果然來了 你是誰啊 我是 媽媽 沒辦法生出來的小孩 對真的是他 張南 這樣一來 終於可以被媽媽發現我的存在了 直到剛剛我身體都不完整 但是你們幫我找回來 也還給我了 這樣媽媽終於可以看見我 所以拜託 幫我叫媽媽過來 讓我見見我最喜歡的媽媽 不過如果成佛失敗的話 不管是你還是你媽媽 記憶都會 虛惑但是 目不作聲的話實在是 沒問題的 我知道 我知道的 但是沒問題的 只要媽媽與我相見 一定會和我一起回到天空去 可是不行的話會變成怎樣 我是知道的喔 夜光時會使所有的東西通通消失 你的媽媽 想將小孩帶回去 沒有悲傷和痛苦的肚子 他經歷了甚至 能 經歷了甚至到 能做出這種事 的痛苦人生對吧 需要消除他的記憶 讓一些結束 這真的可以嗎 因為已經沒有 會讓媽媽痛苦的事情 欺騙媽媽的壞男人也不在了 讓媽媽的恐懼 那條蛇也不在了 明明大家都已經不在了 媽媽仍然一直 一直都很痛苦的樣子 而且我們都背負著 悲傷的記憶好幾百年 一直以來都很痛苦 生命逝去就會輪回 並獲得重生 忘記現在獲得重生 可是不管是媽媽還是我 都沒有辦法獲得重生 只能在悲傷世界裡一直徘徊 希望你們可以救救我和媽媽 哇這真的是好 好令人難過喔 對啊 好 可以可以可以 好媽媽的事就是我的事 所以你們不用感到痛苦 快幫他 師姿不要再講廢話 師姿一直在講廢話 欸你那顆漂亮的石頭 是自己做的嗎 這樣啊 真是一顆溫柔的石頭 石頭會吸收人們的情感 像你們這樣的人 能夠做出這麼溫柔的石頭呢 這樣啊 知道那個男人 一定很痛苦很難受吧 但是你仍然沒有放棄 你擁有重要的事物 不過沒問題的 這一切一定都會結束 因為已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 心裡記者 你的石頭與其他石頭不一樣 閃閃發光 又溫暖 是由真正的溫柔情感製造而成的 那一定也能夠傳達已經逝去的靈魂 沒問題的 好 好 來破 你在這裡等就好 因為要破壞夜光石 就要犧牲這把刀 你會變得更危險 這獸鬼的目標是你 我不要 我也是不想要再讓 適合一個人背負所有了 而且聽了那個孩子的話 我也察覺到 我必須去做這件事情的理由 因為我是神奇家的人 爸爸 爺爺 他們一直以來都很痛苦 我想要在這裡 將法師大人的職責畫下句點 說的也是蠻有道理的啊 他是繼承法師大人血脈的 的小孩啊 去吧 敲壞他吧 敲壞門口的夜光石 門口沒有夜光石啊 門口哪有夜光石 他說的是這一個嗎 不過外面 外面的那一個石頭 okokok 對對對 對對對 敲 敲 敲 他一定會再問我一次 沒有他沒問 你叫人家來敲 他敲了一下 你還問他真的沒關係嗎 為什麼要設定這個文字 不需要吧 不需要吧 敲敲敲敲敲 敲敲敲敲 敲不掉 我来做最后一步 你先逃吧 对啊 听话吧 对吧 你一直都是一个人痛苦着 对不起 我都不知道 我 到今天为止 都忘了一切 正常的过程生活 虚和你 却一直以来 都是一个人 背负了这一切 我还毫不知情 虽说 虚和 我也想和你一起承担这些 而且 有我在的话 也许会更好 只要我当佑了 绝对能把他带到那个地方 没问题的 因为不管是虚和还是我 都很擅长赛跑对吧 对啊 他篮球队的嘛 冲 我们约好的 所以说 虚和 让我一起破坏 夜光石 哇 也秘密耶 碎碎碎 快跑快跑快跑 碎电了 快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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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快快快快快快快 找到你了 啊 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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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赶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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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跑 呃 先传这个 刚刚idal 俊炮 也许发 混achi 只要 什么 也许发 进人 不 稍微 没有 还 书 喔喔喔喔喔喔喔 她會跳來跳去 她會跳來跳去 喔來了來了來了 來 穩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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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穩了穩了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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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彩大結局 可愛的 可愛的 我的孩子 快點 快點出來吧 真的出來了 媽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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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終於見到你的媽媽 兒子 我的兒子 他會不會變回原型 我覺得應該會 兒子 兒子 我的兒子啊 我可愛的兒子 終於 終於 真的變回來了 變回來了 變回來了 直說鬼變回來了 終於找到你了 一定很辛苦 很難受吧 對不起 最喜歡的媽媽 一起回去 獲得重生之前我們都要一直在一起 喔 好感人喔 終於見到媽媽 見到孩子 平安無事的記憶也沒有被消去 趁現在走吧 直說鬼一定沒問題 唉唷 還沒嗎 不會吧 祭壇的夜光實裂開了 全部都是之前的那些小朋友嗎 喔 他們要向 他們要向直說鬼復仇吧 小朋友不讓他走啦 那些小朋友 那些小朋友 喔 喔 那些冤魂阿 對對對 不讓他爽 對對對 因為他殺了他們的人 哇 糟糕糟糟糕 哇 好可怕 好可怕 怎麼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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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將你手上那顆石頭給我吧 - 用你那顆溫柔的石頭拯救待... - 啊對! - 因為他手上還有一個夜光石 - 對 - 就是... - 就是全部一起啦 - 就是同歸於盡啦 - 對對對 - 啊... - 謝謝你 - 真是一顆很溫柔的石頭呢 - 你的感受竟然會是那麼的溫暖 - 而且閃閃發光 - 一切... - 一切已經沒事了 - 這樣大家的悲傷 - 媽媽的罪行 - 也全部... - 全部都會結束 - 欸... - 你知道嗎? - 你已經... - 被原諒囉 - 啊... - 媽媽... - 對不起喔 - 雖然想在獲得重生之前 - 一直在一起 - 我... - 和媽媽的記憶 - 果然還是會在這裡消失 - 媽媽... - 最喜歡 - 媽媽... - 要再次成為... - 我的媽媽喔 - 喔... - 太感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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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喔... 要哭了... - 要哭了... - 真的是非常悲傷 - 為了這個願望祈禱 - 我們可以做的一定只有這個 - 欸... - 有沒有人啊... - 望月巡警嗎... - 呵... - 真的是... - 啊... - 他們下來了... - 他們下來了... - 望月巡警... - 還有小組也在... - 太好了大家都沒事... - 大姐姐... - 發生什麼事... - 總覺得塞你的戲份... - 呃... - 沒有那麼多時間閒聊囉... - 趕快從這裡出去避難吧... - 你們都平安無事... - 真的太好了... - 你們都平安無事... - 太好了... - 大姐姐... - 真的是太好了... - 我... - 我做了好多沒有意義的事情... - 對不起... - 小組... - 我才是... - 我們要好好去理解小組的心情... - 對不起... - 已經沒事囉... - 不要再哭了... - 大家都平安回來囉... - 大姐姐... - 真的是... - 我做好的朋友們... - 大家都沒事真的太好了... - 不夠啊... - 太怪望遠行警不可好聽我說話... - 如果不是這樣... - 我應該會更快來救你... - 我明明都說沒事了... - 啊... - 你在那之前可是一直存昏倒的狀態喔... - 怎麼可能讓你繼續到處亂跑... - 再來多虧有你才能成功救到所有的人... - 但是那座森林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 真是讓人難以置信的事啊... - 再加上那種地方居然和這間屋子連在一起... - 我想都沒想過... - 總而言之這次的事情我一直在報告書上... - 輕描淡寫的帶過去... - 你們要對我... - 你們要跟我... - 對好說法喔... - 好的... - 知道了... - 還有司機小姐... - 是... - 謝謝你... - 還有抱歉... - 關於要你來警局接受調查室... - 我也會好好的強烈抗議的... - 你啊應該要對自己搞得更自豪才行... - 我很親近 謝謝你... - 好啦... - 那麼我就帶佐久健趕快回到村子裡吧... - 村民的齊心協定下走算開出可以回去的路... - 那麼過幾天再... - 再就今天的事情跟你們做筆錄啦... - 再麻煩啦... - 佐久健快點走囉... - 你的父母都在擔心的等你回去呢... - 他們為了來確認你的消息來警局問了好幾次呢... - 快點走吧... - 我也會陪你一起道歉的... - 大姐姐忘了跟你說... - 那個森林已經沒有問題囉... - 因為... - 動靜和聲音都不見了... - 大家都被進化了呢... - 往後大姐姐要再過來這裡... - 甚至住在這裡都沒有問題喔... - 對吧...管理員... - 噓...我... - 等到調查到結束後就要回家囉... - 然後對於這件事要晚的事... - 噓...不需要顧慮我... - 哇...關於父母的事情已經... - 記憶已經全部想起來了... - 就如同小子說的一樣... - 與子受鬼的約定... - 已經...都結束了... - 所以說噓...你也沒有必要繼續被束縛在這裡了... - 給你添了這麼多麻煩,真的很抱歉... - 雖然沒有辦法... - 幫需要你恢復聲音... - 但是謝謝你一直守護著約定... - 總之,今天先休息吧... - 我們兩個人都已經累到不行了呢... - 抱在一起... - 抱住他... - 抱住他... - 說話... - 擁抱... - 說話... - 說話... - 要說... - 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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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 - 欸,他該不會是因為幾年... - 沒講話... - 紫受鬼被淨化之後他的聲音就回來了... - 紫受鬼被淨化之後他的聲音就回來了... - 他哭了... - 要說喜歡你嗎... - 用講的...用講的... - 好多話想跟你說... - 害羞了... - 害羞了... - 害羞了... - 這是最好的Ending喔... - 不過... - 重製版似乎有一個Ending0... - 是好像什麼... - 日後... - 日後... - 什麼聊天的... - 的... - 東西的樣子... - 我看好像有人這麼說... - 但是... - 欸... - 我要確定一下是不是真的有這個東西喔... - 對,Ending0是不需要的約定... - 不需要的約定... - 但目前我沒有看到有哪一個寫說他要怎麼觸發... - 這個是Ending0是重製版才有的Ending... - 對... - 他說是通關後...通關後的日談劇情結局... - 為了...為重製版新增... - 所以... - 應該是我們現在通關之後看到的... - 日談結局... - 會有嗎... - 哇...這個... - 我覺得Happy Ending不錯喔... - Happy Ending不錯... - 就是... - 因為... - 紫獸鬼確實... - 它不是... - 是冤的啦... - 所以我覺得... - 覺得給他這個結局不錯... - 雖然說最後是因為他真的也殺了不少小孩... - 然後造成... - 只好大家... - 同歸於盡這樣子... - 對... - 必須啦... - 也是不得不啦... - 登登... - 登... - 登... - 追加兩人的約定... - 呃... - 會有嗎... - 沒有... - 就兩人約定嘛... - 我們書籤總共有幾個... - ㄟ... - 這樣子... - 這樣子也是蠻那個的耶... - 好...這個我可能要再查一下... - 看網路上有沒有有喔... - 因為這樣子我們直接... - 其實就直接進來... - 他說這個通關的那個... - 不確定是要怎麼去觸發... - 好的... - 總而言之呢... - 這個... - 非常感謝大家的這個支持喔... - 我們今天呢... - 終於順利的把這個... - 飄零物語之森... - 這個重製版... - 結束掉了... - 然後開通了這個兩個結局... - 那除了剛剛那個第一個結局之外... - 其他都算是不太好的結局... - 那... - 我覺得劇情... - 其實... - 蠻不錯... - 以文本來講... - 文本是相對比較大的... - 但是從他的編排來說... - 從一開始... - 失去記憶的少女... - 然後到中間... - 開始回到了... - 開始探索... - 失去雙親之後呢... - 開始探索... - 關於自己的身世之謎... - 因為他是記憶嘛... - 他不知道為什麼... - 然後最後才發現說... - 家族可能是... - 原本是被大家... - 就是... - 稱作就是... - 這個法師大人一家... - 然後就是... - 可以鎮壓... - 這個村子裡面的怪事啊... - 鬼怪子... - 受鬼這些... - 惡靈的東西... - 但沒想到... - 越挖越深... - 越挖越深... - 最後才在種種的... - 因緣際會之下... - 發現了自己的身世... - 跟自己的... - 失去的記憶... - 然後也才發現自己家族... - 以前經營的這個... - 史料館... - 裡面的管理員... - 跟自己從小到大的關係... - 然後再加上跟鬼的關係... - 然後重點是這個管理員... - 虛赫... - 他的祖先... - 也跟這個鬼有關係... - 他的祖先是害這個... - 這個... - 紫獸鬼... - 這紫獸鬼也就是... - 法師大人的妹妹... - 讓他... - 背負了這些奇怪的冤罪... - 因為... - 因為喜愛... - 然後可能得不到... - 然後最後就... - 冠上冤罪... - 害這個紫獸... - 害法師大人的妹妹一家... - 遭受這個冤罪... - 然後... - 死亡... - 受到... - 受到私刑... - 然後也被墮胎... - 然後只有自己的哥哥可以鎮壓住自己... - 那因為這些東西呢... - 全部都一連串的串在一起... - 等於... - 等於是說... - 這個遊戲劇情的男主角跟女主角... - 然後還有這個村子... - 跟他的家族... - 全部串在一起的這個... - 這個... - 看起來好像恐怖的劇情... - 但其實事實上... - 實則都是一些非常... - 令人難過的啦... - 雖然說最終你可以選擇是... - 好的去進化所有的人... - 但是呢... - 還是會覺得... - 在那個當下... - 在過去的當下... - 跟這可能幾百年的這個過程中... - 幾百年有幾百年嗎? - 紫獸鬼的... - 紫獸鬼的小孩說幾百年... - 可是怎麼會是幾百年? - 如果只是法師大人... - 法師大人... - 還是不是啊... - 那是他祖先祖先的祖先吧... - 是嗎? - 可是他不是說法師... - 不是說紫獸鬼是... - 對啊,紫獸鬼是... - 他爺爺的妹妹啊... - 這樣應該沒有到幾百年吧... - 哇,好奇怪喔... - 他怎麼會這樣講... - 好,總之呢... - 我覺得... - 我就劇情上來講蠻不錯的... - 而且... - 到最後面你開始把一些不一樣的結局... - 通關之後呢... - 就是... - 譬如說你往結局一的方向去走的時候... - 你就可以開始完全了解到... - 紫獸鬼他的原由跟他的原因... - 然後還有關於那個... - 虛賀他家的祖先... - 關於夜光石... - 這件事情... - 就是其實... - 夜光石他的祖先... - 像這個蛇神去祈願... - 讓他自己有這個特殊的能力... - 但除此之外... - 其實也就沒有其他人... - 像法師一家完全就沒有... - 他只是背負... - 被大家背負著一個... - 給你一個榮譽的... - 榮耀的名稱而已... - 但實則上... - 神奇一家並沒有什麼神奇的法術... - 完全都是靠夜光石的... - 哇... - 其實不錯啊... - 我覺得真的蠻不錯的啦... - 好啦... - 感謝大家收看今天的這個... - 烏語飄零之聲的實況... - 那麼我們下一次呢... - 會再進行... - 不一樣的遊戲... - 我們再繼續的把這些... - 清不完的遊戲... - 一個一個清完... - 分享給大家... - 感謝各位收看... - 如果大家覺得影片不錯... - 請記得幫我們點個讚... - 做點支持... - 留言分享你的心得... - 那麼下一次的影片呢... - 會盡快的上線分享給大家... - 感謝各位... - 我們下次再見... - 掰掰... - 先生小姐不好意思... - 耽誤你幾秒鐘的時間... - 如果影片還合您的胃口的話... - 希望您能幫我們點個讚... - 留言給我們一些回饋... - 支持我們... - 肉肉感謝您... - 如果這樣還不夠的話呢... - 影片旁邊的超級感謝... - 電下去可以讓你一生平安又順遂喔... - 喔...